本台消息 11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量 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社会应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 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 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强调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 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数字经济活力迸发 数字治理精准高效 数字文化繁荣发展 数字安全保障有力 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 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贡献智慧和力量 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当日在浙江省同乡市乌镇开幕 主题为 共建网络世界共创数字未来 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 浙江省人民政府承办 unk надahi 初相党 他